有人說只有愛情可以穿透兩岸 只有愛情可以打破所有的事情 我們講的是兩岸的婚姻 最近受到蠻多媒體的矚目 是薄熙來的兒子叫薄瓜瓜 他娶了我們羅東博愛醫院的 第三代的女孩子 這個兩岸聯姻 引起陸委會的關注 因為薄瓜瓜的身份非常特別 他是中共開國元老薄一波的孫子 他的爸爸薄熙來 本來極有可能可以接任中國的領導人 後來當然在政治上面重劍落馬 現在人在牢裡 我們看到兩岸聯姻這件事情 大陸的我們的陸委會說 會全程來關注 並且可能要保護相關人的安全 而國安局說也會關切 有無異常的活動 婚宴在23號登場 將會在新竹的南園這個地方舉行 我們來看看相關的報導 會有掌握薄瓜瓜的行動嗎 個案的部分我剛剛已經說過 我們不方便公開評論 不願多談 畢竟薄瓜瓜身份敏感 國安局長蔡明爺首度回應薄瓜瓜來台辦婚宴 列出國安當局關注的兩大重點 那基本的原則就在於說對於一些合法的活動 我們會予以尊重也會保障 那對於一些可能非法或違常的活動 那我們會積極的來防範跟查處 說白了就是不會介入但會關注 不管是父親還是哥哥都很低調 也讓外界好奇 薄瓜瓜的另一半許惠瑜的身份 PN媒體報導 薄瓜瓜是在哥倫比亞大學求學期間 追求許惠瑜 算下來錄在2013至2016年間 等於兩人算是愛情長跑 知情人士透露新娘子從小被富養 但無論性格 氣質 舉止都很有教養 美校電視劇的嬌嬌女脾氣 是很討人喜歡的女孩 婚後兩人應該在國外生活 畢竟事業都在古怪 女方我們是好朋友 但是我們並沒有遂到她的警隊 薄瓜瓜身份特殊 但畢竟若誰敢去參加 是否意味未來就別想跟對岸交流了 不過也傳出薄瓜瓜過去 就曾申請來台拜訪許家 但蔡政府考量兩岸關係害美國壓力 更不怨涉中共高層權鬥 所以一直拖著 賴政府會批准知情人士稱 現在兩岸路線走上鷹派 現在恰好是美國進入政權交接前的 垃圾時間 對外媒體對薄瓜瓜的婚事 致自未提 雖然議題敏感 但仍怨有情人 忠誠眷屬 你看到因為雙方都非常低調 所以有很多的捕風捉影 在媒體上面呈現 包括其實薄瓜瓜 五年前媒體報導 五年前就想申請來台湾 那個時候的蔡英文政府認為 我們不要牽涉到對岸的鬥爭 政爭當中 因為的確薄家倒台了 觀眾朋友 薄家現在在中國大陸 可能算是黑五類之類的 所以報導是說蔡英文多所考量 蔡政府多所考量 所以那個時候沒有准許薄瓜瓜來台 現在賴清德總統上台了 我跟他硬幹 怎麼樣 我就是要讓他來 好像有這樣的意味 我們再強調 這是媒體的報導 所以我們看到 包括蔡明彥說 我不評論個案 可是據說國安單位 早就佈下了天羅帝王 因為擔心也有人去鬧場 那這個是好事 是喜宴 我們給祝福 那當然我們媒體就會去捕捉 這個喜宴的地點 大家不曉得有沒有人去過 在場的永萍姐去過 很有名 新竹南園 過去是聯合報的私人招待所 員工旅遊的地方 後來其實就給其他人來進入 現在已經外包了 對 外包給別人來經營 不過也有一說 這個消息為什麼會走漏 聯合報獨家 禮拜四還禮拜五的時候 我印象超深刻的 聯合報一獨家之後 所有媒體都跟進 有可能是因為 南園過去就是聯合報的財產 所以有員工或者是媒體記者 就從中間得到了訊息 席開12桌 高檔台菜一桌6萬 很貴 宜蘭米 新竹 柿餅都上桌 王靖平剛剛講了 我跟女方是好朋友 跟女方的家長是好朋友 因為宜蘭許家過去 跟國民黨 據說也是國民黨的高層 也有推人出來選舉 可是後來慢慢就fade out了 淡出了政壇 另外我們看到 賴瑞隆就說 伯國瓜成為台灣女婿 凸顯民主人權的成就 這個全台吃瓜中 大家都在看這件事情 來 委員 針對薄熙來的兒子 薄瓜瓜將要成為台灣女婿 這件事情 我想這是一個年輕人的戀情 這是美式一樁 還機會終於說了一段人話 還機會說 針對於薄瓜瓜的婚事 希望天下相愛的人 不管什麼宗教 什麼性別 人生在何處 在自由的國都也好 在極權的社會也好 都能夠得到幸福 其實我想薄瓜瓜自己也知道 他現在的確是需要低調 所以這一次來台灣婚事 其實我想他也不想要驚動任何人 尤其是國安單位 所以我想我們的國安單位 可能也是把握著分寸吧 應該是不會去驚擾他們 已經驚擾了 現在已經驚擾了 其實國安單位真正要辦的 不就是假結婚真統戰的人 怎麼會要辦到自由戀愛的呢 其實陸配含港澳 我們在台灣有38萬 我想應該就是平常心對待 然後就是祝福他們 其實我比較關切的是 剛才我們談的上一題 就是孟凱也有講到說 不管賴清德有沒有被 習近平親口講出來 至少在他們的央視跟新華社 都登出來了 這就是一個官方的發表 所以這已經不是賴清德個人的問題 這是台灣整體的一個問題了 所以如果假設是一個有智慧的領袖 絕對是不會去凸顯自己的這個 可能個人的信念 或者是個人的英雄主義 超越在這個國家的利益之上 那最近賴清德他常常 其實他常常提到中華民國 他常常用中華民國這個字 但是我想我們很擔心的是 他是用中華民國的這個外皮 在包裝他台獨的信念 那這一點就非常的危險 我想這可能就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尤其無論如何這一次的事件 我們絕對不能輕視是 習近平向拜登畫出了 美中四條紅線 包括台灣問題人權 包括這個道路制度跟發展權力 他們把台灣問題放在第一位 就代表說非同小可 而且這絕對不只是講給拜登聽的 非常大的機率 他們其實也是在向川普喊話 那所以如果是這樣子來說 其實是非常值得擔心的 尤其剛才那個張委員他講到說 這個敵意的螺旋 如果繼續上升的話 我想受苦的都是老百姓 真的戰爭受苦的都是老百姓 我們再回到柏瓜瓜 他到底是不是陸配 其實還是要打一個問號 因為他現在拿的應該是英國籍 那可能是外配 他好像是用陸籍進來的 他拿英國護照 所以無論如何他進來之前 是經過陸委會同意的 所以陸委會大概可以發表意見 當然我們會覺得說 因為柏瓜瓜他的父親非常有名 所以既然薄熙來現在已經在獄中了 他一定是什麼現在是黑五類 什麼被抓什麼等等 其實不是 其實剛好相反 其實有很多在大陸被搬的這些高官 他們的子女在海外 其實都沒有被處理 也沒有被追擊 那最有名的例子 當然就是薄熙來他另外一個兒子 他前一段婚姻 他的兒子也就是薄瓜瓜的哥哥 薄旺之 那當然他後來這個 薄熙來跟他母親離婚了之後 他就改母姓 就李旺之 他不但繼續在大陸生活 而且這去年到今年 他還到哈佛大學 菲政卿 中國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 他可以自由進出 沒有受到任何的限制 所以可能沒有大家想像中的 被破壞當中什麼等等 我覺得這一些可能都是 有一些不是那麼清楚 然後所做出來的一個想像 這一次其實在薄瓜瓜事件當中 你會發現 若也會想要刻意操作說 我們遞出感染痣 你看民族自由 你看我們是開放的等等 這件事情到底有用沒有用 就要回到說 為什麼我們要急著去操作說 我認為是我們操作說 習近平真的沒有說那一句 說沒有點名賴清德 這句話好笑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見面的是習近平跟拜登 習近平說了什麼跟沒有說什麼 除非拜登否認 否則請問一下誰能夠否認 我好奇的地方在這邊 因為大陸是外交部新聞稿 如果說外交部新聞稿 說有這件事 我們正常情況之下 要他見面的對方 就美國白宮如果發新聞稿 否認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可以說這裡沒有認知作戰 請問一下白宮都沒有發新聞稿 否認這件事情 請問一下誰能否認 然後最有趣的是 這新聞從昨天晚上開始 自由時報就在說 相關單位查證說沒有這件事情 但是我就很仔細 從昨天晚上一直看到今天早上 我想找出消息來源 好歹有個機關對不對 就是說誰去查證了 我知道一下一個機關 都沒有 叫做拒透露 拒了解 相關單位 對 就拒透露 拒了解 拒誰透露 拒誰了解 通通都沒有 然後你看到蔡明葉說話更有趣 蔡明葉說話說不能排除 中共會後操作是認知作戰 請問一下不能排除 到底是排除了還是沒排除 你到底是確定了沒確定 就是當你面對鏡頭 要據你的名字的時候 你跟我講一個 這種模擬兩可的不能排除 如果你那麼肯定 那你為什麼要講不排除呢 好 那所以可見的這件事情 在國安單位心裡頭覺得它很重要 為什麼重要 因為在中國大陸內部 其實定調定性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實柏瓜瓜沒有被定調定性 但是賴清德現在看起來 是被定調定性 而他的被定調定性 會讓你現在任何人希望 兩岸在官方上面有所緩解 已無可能 再無可能 因為已經點名了 他點名之前 其實會花很長的時間 但點名之後 再想要回頭 極無可能 所以我最後想要提一個 就是賴清德昨天在接見這些 高中生的時候說 這有三種模式 政黨什麼 西藏模式 香港模式 所以現狀模式這樣子 很多人就說什麼現狀模式 那就好像烏克蘭一樣 事前都說民主自由 結果現在被打到這邊 已經20%的領土拿不回去了 然後就說台灣根本就是烏克蘭模式 我告訴各位 台灣不會是烏克蘭模式 因為烏克蘭模式打了快三年的時間 他損失的是20%的領土 請問一下兩岸開戰之後 我們會只是損失部分領土嗎 但我最後要提 我很擔心的是 反而帶著我們走向西藏模式 西藏模式不是只有簽和平協議 在簽和平協議之前 是西藏先宣布了獨立 然後接著就打了一仗 然後西藏打輸了 西藏在打仗的期間 覺得他跟印度很友好 拜託印度到聯合國去控訴 結果印度從頭到尾沒有提案 西藏眼看國際軍援無望 前線又已經全輸了 所以只好簽了和平協議 所以什麼叫做西藏模式 就是宣布獨立不成 打了一仗之後 被迫簽的和平協議 所以我們真正的問題是 不是說會不會去烏克蘭模式 我們真正的問題是 我們會不會被迫走向西藏模式 好 我們進行廣告 余天大哥生氣了 他是前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最近他接受媒體的專訪大爆料 他說民進黨欠我很多 曾經說過要給我華視 公視 後來都沒有 他講的是誰呢 2012年那個時候 民進黨要排他到不分區的 立法委員的這個名單裡面 可是是非安全名單 那時候據說他自己講的 他說蔡英文總統要給他 要給他華視或者是公視 我想應該是董事長吧 後來是不了了之 那2024就是今年賴清德 這個說給年輕人機會吧 所以讓李昆誠來選立委 高層有給他答應說要給基金會 最後呢只給了五幾職的國策顧問 所以很脆心 來看看 政治的問題都不要問我 因為我現在什麼職位都沒有了 這次總統大選前 民進黨前立委余天被問到政治議題 多少看得出來滿滿無奈 選前一刻 盡力幫黨內各候選人衝票 原來當時私下已敲好 這還是自己報的料 余天接受專訪提到 本來黨高層 要給他一個基金會位置 結果說話不算話 職位落空 只有10月時 象徵性給個五幾職的國策顧問 都給發言人回應好了好不好 謝謝 當時聘書是何志偉幫送的 對余天來說 原來只是個 唸起批的概念 主持人問到 是否覺得民進黨虧欠他 余天先是嘆了一口氣 說算起來欠很多 因為這還不是第一次 2012年 蔡英文時任民進黨主席 挑戰總統大位 沒被列入部分區安全名單 余天更爆料 本來高層要他去華市 但他不想公示他可以 當下答應後 後來也沒有 再加上2012世這次 至少已經落空兩次 新澤總統上任之後 特別感念到余天大哥 長期來對台灣民主的貢獻與付出 所以在國策顧問相關的名單 盤整完以後 也特別將余天大哥納入 來表示對他的尊重 當時余天大哥是排名 民進黨的部分區立委 第14名 那其實這樣的排名 還在三位前行政院長 當年的排名之前 那不過因為非常遺憾 2012年度民進黨的部分區立委 最後當選只排到第13名 只是余天這核彈級爆料 官委被話術全都沒拿到 但也證實了好多位置 可以拿來喬 來 委員 你們新北 余天大哥真的是一個 很令人敬佩的一個前輩 我說真的 他雖然現在人總有情趣 他現在怎麼講 但你看在2024選舉之前的話 他還是有到處助選 我必須說他還是有到處助選 他自己剛剛我們影片也講了 他為了大局 他還是要這樣子出來助選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讓人敬佩的一個風度 他有被虧待嗎 看起來有 所以我現在講就是說 你看他其實他也可以不用 對不對 我就這樣就好了 我也不用對不對 但我必須要說 我覺得民進黨確實 對余大哥 我覺得少了一點點 關懷跟溫暖 我覺得 講句難聽 國策顧問是一個 冷冰冰的一個榮譽子而已 他為了黨付出那麼多 講句難聽 我要講一個就好了 他去搬家助選 他高鐵票要自己買 對不對 他今天都已經這樣講了 我真的覺得就是說 要給人家的 我覺得他也不是缺 真的說缺錢缺什麼的 我覺得要的是那種 我有被尊重 有一種大家庭同樣裡面的 一種那種感覺 我覺得要的就是這種感覺 那就要給他就好了 可是這樣子他講出來 會不會賴清德更不願意給他 因為有點難看而已 我覺得倒不會 余天老講是真的有點可憐 他被騙兩次 蔡英文的時代騙他一次 現在賴清德又騙他一次 早期的時候我知道是沒有錯 因為以前阿扁曾經給江峽 去接了華市的總經理們 所以那時候余天一直有個機會 他想說他可以去華市或者公司 後來現在沒想到 第二次 實際上他是有幫忙的 你看他雖然是波恩區 他到處都有去輔選 所以我這個民進黨就講 真的對不起他 不過我比較強調 民進黨欠他台灣人沒有欠他 第二更重要的 基金跟國營失業 都是非常需要非常專業的 請注意這一點好不好 不能因為你們虧欠他 用什麼方式去補償 可是不能拿國家的名氣 他講的基金會 民進黨也有基金會 又不是國家的基金會 可是民進黨的基金會 國家的基金會很多 他說不是基金會 基金很大 華市他都不去 還去什麼基金會 他要的是民進黨的基金 我聽的是這樣 如果他要去你們的民進黨基金會 大家鼓掌叫好 問題是他講的是基金 基金在國家是很重要 每個基金 大家知道嗎 很多基金的國有財產 他說基金會 我們連到稅錢 都是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的 這個才是嚴重 十二十年大家都已經耳熟 你想像一個台灣今年 一個國營企業對不對 搞到33.8億隨時可能 我們人民的資產可能會被搬走 一個台元利能 11億的錢可能被搬走 所以我現在覺得 民進黨如果虧欠余天 用你們的自己民進黨基金會 不是基金 請余天一大哥注意一下 基金跟基金會是不一樣的 你又講的是民進黨基金會 好不好 不要講到基金 國家的機器 國家的工器 跟國家的財產 不可能請你去當董事長跟首經理 對 齊凱哥講的沒錯 民進黨可能欠給余天大哥 可是我們台灣人可能沒有欠給你 所以這個東西都要分清楚 我們看到像是一些外交上面 不管是不是外交 有一些預算 媒體跟民意代表都一樣 我們都要把它看緊 現在外交部 明年度的機密預算 說是創下近六年新高 而且暴增 比起去年 上一個年度 多6.3億 增幅大概多了50幾% 為什麼需要這麼多 機密外交的預算 說是機密也不會告訴我們 這是有亂編的嫌疑 怎麼監督呢 我們看到從民國109年 一直到明年的114年 看起來的確過去蔡英文時代 大概10億 最低是10億 最高是15億 在109年 那今年 明年 今年編的明年的預算 為什麼要這麼高呢 我們看到牛許婷就講說 這18億怎麼用 有可能變黑箱 因為是機密 我們就可能不能過問 所以立法委員要幫我們 好好的監督一下 基本上我覺得我們需要質疑的是 為什麼我們的邦交國越來越少 但是我們的預算卻越來越多 我們是在執行什麼任務嗎 這不就是我們在說的 凱子外交嗎 雖然我們是身為立法委員 但是因為機密預算 有國家機密保護法 它整本來全部都塗黑的 其實我們是看不到內容的 所以我們其實也非常疑慮說 到底它是怎麼樣去使用 我認為機密不應該是常態 這些項目定義過於模糊的時候 容易產生對於監督用途的 一個模糊 所以馬上就要審查預算 我想我們三個 四個 四個都即將面臨 我還滿好奇的 如果張委員他有看得懂 這個吳志田書嗎 就因為他整本來 機密是真的全部都塗黑的 都塗黑嗎 所以這是滿大的一個疑慮的 18億也不是18塊 我自己也編過預算 那個不能叫吳志田書 它有cover 它有cover說這個 它有什麼 它有那個什麼 封面 是 有封面 來 孟凱 總預算暴增4千億 從兩兆6千多億 到明年的三兆 也因此各部會 宣傳費用 人事費用 行政費用 甚至機密預算都暴增了 那對我們來講 其實預算就是花在刀口上 我們不可能要行政官員 巧腹難為五名之吹 但是機密預算為什麼要增加 這點外交部一定要告訴我們 不是說什麼 依法編列妥善運用 這種騙小孩的字眼 就不要再出現了 外交國防委員會之後 在審預算的時候 也一定會要求機密預算 但是我們可以用閉門會議 來去了解它的用途 如果說真的這個用途 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尤其是邦交國逐年下降的狀況 你這個機密預算 有可能不是用在邦交國上 那你要用在哪邊 那還有是不是又是過去 民進黨最擅長的出口轉內銷 就是又再邀請哪一個國家 又再邀請誰來去做這種大內宣 然後以來講說這個 民進黨政府執政下台灣好棒棒 這一點我們一定嚴格把關 那另外一個部分 剛剛在講到余天大哥 這算是核彈級爆料 有沒有人好奇 因為這半年以來 民進黨政府用人為財 用人為律 我覺得這個是已經到 國人覺得是說好像 你在用人任命的時候 是先問立場 先問親疏遠近再問專業 那如果說剛剛有提到 沒有錯 我們沒有 台灣人沒有欠余天大哥 也許你民進黨有欠余天大哥 因為余天大哥確實 他在輔選的時候很賣力 但是台灣人沒有欠 那你如果說因為這樣子 下一個位置 不要說突然間兩個月三個月後 突然間又有國家的職務 要給余天大哥 那這樣的話不就更坐實了 這就是仇余制度嗎 這就是用人為親 那還有民進黨內部 好像也有親疏遠近 怎麼講呢 因為上個禮拜的 這個台灣經聯 到目前為止 還是沒有講清楚 為什麼呂政彰先生 他可以突然間空降 三天內又再自己離開 然後到目前為止 好像府院黨高層 也沒有任何的一個解釋或說明 難道這件事情是常態嗎 在民主法治國家裡面 如果我們認為說每一個人才 都應該是專業任命的話 這樣的情況你覺得合理嗎 好 我們進一下廣告 這個地方 我們在 một位給你 所以已經重機動了